这个情况发生在今天早上八点多 在台南火车站旁边呢 正在施工的台铁台南地下化工地 一辆吊车的吊币突然之间就断了 然后呢吊钩扫过月台的遮雨棚屋顶 所以当下呢把这屋顶呢都砸破一个大洞 相关单位呢紧急派出人员就是为了补屋顶 等到火车手板之后呢再进行补墙 还好当时没有列车通过没有人受伤 但是到底为什么发生整起意外 详细的事故原因有待进一步调查 火车月台上的铁皮屋顶破了一个大洞 铁路旁是正在施工的工地 到处都是大型吊币与机具 一样吊车原本正在吊挂对高机 经过吊币突然断裂凹折 吊币上的旋垂小沟起重屋顶造成毁损 又弹回工地里 它在吊的过程它突然凹下去 那其他的省所就跟着没有 吊就跟着下来了 它折是折在工地里面 它只是刚好有东西去扫到扫破而已 我们现场整个清理 13日早上8点40分 台铁台南地下化施工处的吊车掉避 因为不明原因从第二节断裂 波及到月台的雨遮导致毁损 吊车距离铁路大约有10公尺远 幸好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都没事 因为那车也没有车 它也没有人在这边 相关单位趁着轨道空着 急忙将屋顶临时修补 要等到半夜火车收班 再用防水胶强化 这起事件一度导致月台停电封锁 幸好将近下午1点就恢复正常的供电运行 事工单位表示将会负责相关修缮 不过吊车当时承载机具重量 都在安全范围内 为什么会发生意外 还有再进一步调查厘清 记得苏玉婷 杨文华 台南报导